高雄有一家台版的深夜食堂 賣的是素食的青州小菜 每天從凌晨三點開賣 只賣四個小時 但是一晚粥竟然只要五塊錢 讓民眾直呼真的好佛心 所以每次開店就大排長龍 有時候甚至還得等上一兩個小時 才能吃到這款美味宵夜 一晚的巷道相當寂靜 一旁黑漆漆的市場裡 卻有一家亮直燈的小店 大排長龍 幾十位客人等著夾菜祭武藏廟 紅蘿蔔 地瓜葉 豆腐 苦瓜 大約二十種豐富菜色任君挑選 依照份量多寡計價 每一樣最低五元起跳 再搭配上一碗也只要五元的青州 熱呼呼的宵夜美味又便宜 讓民眾直呼佛心 我都吃很多 都吃一個人都吃一百塊 吃過幾次啊 很多次 很多次喔 其實沒事沒事 要吃到飽的量應該算便宜 就可以吃得不好 六七樣菜加上一份主食只要一百元 這一家位在高雄古山區 新龍路的素食青州小菜 每天只營業四個小時 從凌晨三點賣到早上七點 一開店就有許多人光顧 我剛剛打完球才來的 由於地點靠近中山大學 不少學生都會過來吃宵夜 如果沒有早點來 有時候甚至得排隊 排上一兩個小時 老闆娘翻著大鍋裡的豆皮 忙碌的手停都沒有停過 他說四十年來都沒有漲擴價 最近雖然有微調還是相當便宜 也讓不少消費者即使得排隊 也要上門享用 記得收聽楊卓民高雄報導